那么这个底下举的观金 俗语 梦尽必复制 如观金 下三平人 命出刹那 欲火来信 虽浮来淫 仿佛不明 犹如梦中古 这是造的也很重 自己的功夫 不够甚 要够深的话 看不到地狱 在梦中先看到地狱 紧急性很高 马上这一句阿弥陀佛 地狱就没有了 我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 功夫能不能真正得利 这关系很大 这个时候 真的叫分苗必正 但没有分就是苗 苗苗都要争取 决定不需有我念 不不容许有我的念头 有我人的念头 不需苦 念一念都是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年 见到一切境界 全是阿弥陀佛 全是极乐世界 这就好 是若不二者 活之临终 得 安心 神有 灵命中 是 这就该为 观见所示 瞎贫之人 临终之时 地狱众火 一时俱之 众苦交臂也 佛虽已现前 但已神识不亲 不慎明了 一夕方夫 若在梦中 古人梦见 必非 若非又佛来隐 也能安然 由此神念 而随佛神有极乐 这些话很重要 佛来接应 你真得到了 两书 书必隐隐 这两家书法 虽然不同 但为下背往生 也由佛来隐 使业 殊途同归 故病 隐阵 遗阵 四指 这些都是让我们放心 下背往生 佛 真的来接应 问题 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要真正懂得 断物修善 积功累得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 特别在临终见佛 行事 不可思议的境界 自己欢喜 让在身边的大众 顾顾身欢喜 这种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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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